台湾灯会遗失新竹,横娇起盛千万打造 色彩缤纷的麒麟 栩栩如生的彩蝶 象征年年有余的鲤鱼跳跃 活泼的花灯总吸引不少人潮驻足 今年元宵灯会从2月24号开始到3月10号 在新竹高铁车站特定区举行 预计2月24号晚上7点15分点灯 配合蛇年主题,主灯设计为藤胶起盛 造价1500万元,高度约7层楼 用超过20万个LED灯强调科技感 而小提灯的设计也颇具巧思 舌头顶有螺旋桨和手动旋转 象征新竹酒降风的特色 提灯还可以戴在手上 为了结合风的这个意象 我们在他的桶上设计了一个 风力发电的螺旋桨 那小朋友在拿的时候呢 他的手前后的晃动 就是小机器舌 就会跟着连国的摆动 活动期间还会有美国、日本的表演团体 参加花灯游行 邀请民众一起同乐 动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